屏東小流球雨勢驚人 居民住家前的小路积水成河 赶紧把放在室外的物品 卻都往高处挪 雨勢噼里啪啦狂下 当地中山路也在淹 停路边的机车都无意幸免 一半泡在水中 西南气流发威 南部雨势不断 小流球时雨量一度高达71.5毫米 过去24小时也累积300多毫米 当地根本排水不及 水淹至少超过脚踝高 小流球风抢宇宙 当地居民骑机车巡视 也被这狂风暴雨给吓坏 真的有瀑布啊 黄泥水从高处悬泄下来宛如瀑布 连续好几个小时雨淡轰炸 也让居民住家烟惨了 黄泥水入侵一楼 家具物品东倒西歪海往外流 屏東海域波涛汹涌 结果东流线轮船 泰富号三度无法进港 不断被大浪往后推 得退路让在码头等船的民众 看傻眼也因为海啸不加 泰富号也公告 东港只开两班次 琉球末班也直到下午两点半 剧烈天气变化 让整个南部地区好雨成灾 就怕雨势不停 还是得随时提高警觉 记者张春华评都报道 都怪不停 是停止的 都怪不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